今天来吃羊肉粉丝汤 先简单处理下粉丝 精准测量4厘米 剪成48段等长小粉丝 再拿一个木方块 间隔1厘米标记好位置 然后用1毫米钻头钻孔 每个孔深度控制在 0.005米误差 0.001米 下面把粉丝插进钻孔 接着再拿一根粉丝 前后交替穿插编织 依次操作8次 就得到了一片梅栏 最后减掉上下多余的粉丝 同样流程再操作3次 得到4片梅栏 把围栏左右相扣 猜到我要做什么了吗 安装好放着备用 高端的食材 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把羊肉切成8大块 不要担心吃太饱 大火煮10分钟立马捞出 又到优雅的摆盘环节了 一三样式摆放羊肉 两勺高汤 谁给它起个菜名 我暂且称它 亡羊补牢 可否 好了 宝子们请与我一起享用吧 猫可包可